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说过来 铁定是来简陋的 报告 苏长官 经过搜索 我们在蜀山中发现了大量的法器 血清探测器小呢 不对 我收集的样本在这个隔绝水壶 应是检测不到的 那这次的探测员又是 这位小姐身上蕴含的奇异能量 似乎就是蜀山血清的原料 而且数量极其庞大 控制住 薛丽蓉 你是要做什么 她可是楚家大小姐 楚天正的孙女 老苏 大事面前 不管谁的孙女都一样 若是能从她身上 源源不断地提取基因原料 大批量制造超级士兵也不再是空想 这才是真正的大功劳 走 住手 放开我唐姐 放开我 上军术器 带走 你这是什么眼神 李小凡 你居然敢如此放肆 你以前打我也就算了 现在你还敢对薛只会动手 我告诉你 你玩 我主人行事 有你开口的份 你个臭老六 滚回家吃屎吧 李小凡是吧 知道吗 我的级别不比苏蓉低 更不是那些家族可以比的 骑齐大辱 师父掌门 替我处理这小子 小友 你过狂了 我龙虎门 受过薛只会的恩惠 今日断你一手 给你一个教训 希望你以后不要这么狂妄 好自为之 算你失去 你不是 是 我今日断你一手 当给你一个教训 希望你以后不要这么狂妄 好自为之 我的手 紧一招 便能毁掉我的手臂 想不到 你年纪轻轻 已经是空神静天风的大走势 今日再在你手里 是我学意不清 但我是凶龙魂时空 可是华国民望第十 反扶境界的顶尖高手 今日日事 我龙虎门记下了 小友 日后还请多加小心 随意 随意 苏蓉 鼠山之物乃我故有一物 研究可以 但请勿随意随快 明白 若是有人不满意 想要掺一脚 就让他来找我 该死的李小凡 今日的梁子 算是结下了 必须教训一下 还让苍龙大队 骑到头上不长 唐姐 你没事就好 对了雪峰 你一直在这里吧 你有没有看到 是谁偷走了 那个巨大的石像 我确实有看到一个 脸上蒙着快步的女人 突然出现 袖子一挥 她和石像就都消失了 桑婆 果然是你 苏蓉 我要你办的事怎么样了 李先生 我已经尽可能地收集资料 明早便能交到您手上 好 我明日就准备前往帝都 主人 我们出蜀山了 这传信 莫非是 剑石师兄 二师姐 是剑石师兄的消息吗 是剑三与剑五 是他们 他们能有什么钥匙 钥匙在哪惹祸了吧 他们死了 什么 他俩虽然实力不济 但也不至于 他们出事的地点 在蜀山 十三 你带上门内弟子 前去探查一番 顺便也找寻一下 石师弟的下落 千年之约即将结束 我灵剑们出事在即 我得准备起来 遵命 二师姐